在動物園所展示的眼鏡凱門鱷標本 先前在一間古董店裡面 也有來展示販賣 但是卻被一名原警發現說 它其實所展示的並不是眼鏡凱門鱷 而是這一隻河口鱷和寶玉類鱷魚的配種 明明是寶玉類鮮羅鱷和河口鱷的配種 卻以非寶玉類的眼鏡凱門鱷魚名義 放到拍賣網站上標價16,650元 一般民眾可能分不出差異 卻被眼尖的原警盯上 原警網路巡邏越看越不對勁 把網站照片送到平科大鑑定 才真相大白 這名原警又假裝賣家進到古董店內 除了看到鱷魚標本以外 還發現另一種瀕臨絕種的 保育類動物綠西龜 開價98,000元 警方當場將人逮捕 在法庭上古董店老闆坦承犯行 再加上他沒有前科 法官認為經此教訓後有所警惕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判他六個月有期徒刑 一科罰金支付公庫五萬元緩刑兩年 違法標本通通沒收可以上訴 根據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定 保育類動物在未經主管機關同意前 不得進行買賣或於公開場所進行 陳列或展示 如有違反時 最重科數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時得病科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非法陳列先羅厄配種的鱷魚和綠西龜 賣家還沒有售出就被查獲 沒營收荷包先大失血 民視新聞 黃鴻林 劉玉琪 台北報導